今天呢 我們要來看的是我們 屏東凌落的 全新電梯 別墅 那 本案的地點是在屏東凌落的 中華路上 它面臨的馬路有12 那 它基本的 土地建築面積是 42坪 那建坪是59 那 它的座向是做西草棟 那這個案件呢 它的特別的地方是 它另外配有一塊 36坪的農地 那 農地的這個 屬性是 所謂的開新農場 就是可以讓我們種一點東西 那 這個建築開發的這個配置呢 它將這個 這個 農地的部分 是規劃在我們 房子的旁邊 我們先來看 這個農地的位置 它的農地面積是 36坪 那我們的遠方就是我們的 這個 這個 零落火車站 所以它 離這個零落火車站 大概是 一分鐘左右的路程 那我們現在看到了呢 這一塊 空地 所以 未來它會 作為我們的 開心農場使用 那它的 位置點剛好會規劃在 我們最右手邊 那個圍裡旁的旁邊 那個位置 好 那我們就來看房子的裡面吧 現在 建築的進度 大約在八成了 也就是差不多 快完工了 這邊的交通資訊 距離我們的 零落 的這個 國道三號 大約在六分鐘左右 那離我們屏東市的 這個 太平洋百貨 大概是十分鐘左右的路程 那學區就是我們 在地的 零落國小 跟零落國中 那我們就進來 看這個房子囉 它是傳統的規劃喔 就是 門是開在左邊的 然後一樓就是客廳 餐廳 還有一個電梯 它的面框八米四呢 可以創造出我們室內的一個 空間感是夠寬闊的 因為一個豪宅 或者一個大平宿的別墅 它需要的就是這種 讓人住進來 很開闊的這種感覺 那這個就是它的L型的儲具 旁邊這邊有一個 天井 它的這個天井 也算是我們的陽台面積 好 這是客廳的感覺 那它的電梯是規劃在這個樓梯的旁邊 就是同在一個位置 這一台是標準用的家庭式電梯 那它是五級房的 那現在呢 看到的這個地方就是它的 衛浴的部分 好 它選用的這個 牌子都還滿不錯的 有日本偷偷的這個 品牌 好 好 那我們就上二樓囉 好 它的電梯呢 我們的規劃啊 都是在我們的臥室的後方 所以它 可以將整個 我們動線的布局 的流暢度 把它做到最好 就是不會說 中間再隔著一個電梯 那這一間比較大間呢 是我們的主臥房 它這間的 衛浴的牌子都是很好 其實買在 比較視角的房子的好處就是 它的空氣也好 還是它的視野也好 這個是市區沒辦法給我們的 那這個房子最大的優勢 就是它 臨近我們的這個 零諾火車站 這邊是它的一個陽台 那這個陽台它是跟隔壁 它是有所謂的相同的 我們來看另外一間的臥室 那我們來看另外一間的臥室 我們來看另外一間的臥室 我們來看另外一間的臥室 這一間的衛浴 它是有這個對外窗 这就是咖啡腰台的部分 那我们就来看三楼 它这个是做西想洞的房子 那它的后面 有我们这一批经验同样的这个法子 会将太阳的这个热度给绑住 所以下午也不会有西晒的这个问题 所以房子进来的感觉还蛮通风的 那它这个就是三楼的卧室 它是两间卧室一间卫浴的规划 它的这个正向面临的这个山 就是我们的大五三景 所以它的视野非常的辽阔 而且非常的非常的棒 因为在四郊要造成这样的一个好的环境 然后紧淋这个交通便利 那十五米路上的这个房子 还蛮稀有的 所以这一批家呢 它从开卖 其实已经买了大概将近八成 那剩下这一件 它是属于比较高的一个价位 可是它如果以屏东市来跟这边做比较 其实是算还蛮划算的 因为屏东市这样的条件 大概会开在两千八百万以上 那三楼我们来看它的顶楼 它的电梯是规划到四楼 那它是这个无机房的 本案的售价呢 一千三百八 那你可以拥有交通便利 舒适的这个景观 那采光通风也非常好 距离我们的国道三号也很近 所以如果你是外地来的 想要在我们的乡下置产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们一万无机肉 就是一种绿油油的这个 我们的景观 那今天呢 我们的带你看坊 第二集 就带大家来看我们的 凌落全新电梯别墅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